臺灣也要打基礎 執政已經接近三年了 我也要誠實地說 我們執政的前兩三年確實是困難的執政 這個執政我們必須要讓臺灣跟過去不一樣 過去應該做的改革 我們就必須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去做改革 但是我們替臺灣也要打基礎 所以我們做了基礎建設計畫 我們也做了產業轉型 那麼我們最重要的 我們對年輕人的照顧跟老年人的照顧 我們做出了系統性的照顧計畫 或許近來大家也會覺得我們執政的腳步 跟節奏越來越快 可以看到我們執政的團隊 到現在已經非常的熟練 面對問題的時候他很快的解決 比如說我們淡江大橋流標有七次 到了第八次我們就覺得是不能再流標了 所以孫營也幫忙爭取預算的增加 讓我們可以順利的開標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動工了 這個會讓我們淡水到巴黎之間的交通 會順利很多 對我們的交通可以更便利 對我們的產業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幫助 執政面對的挑戰很多 但是在政治上我們面對的挑戰更多 尤其是來自中國的威脅是非常的大 但是各位過去兩三年 中國對我們這麼大的壓力 蔡英文有沒有退讓過 沒有 蔡英文從來沒有退讓過 今年1月2號講一國兩制 我馬上出來講 我們是絕對不會接受的 大家說對不對 會 我也告訴我們的國軍 一定要守住海峽中線 因為海峽中線就是 保障台灣海峽的和平 大家說對不對 會 我要告訴各位 蔡英文的政府一定會顧台灣的主權 一定會讓世世代代的台灣的子孫 能夠享有一個完整的主權 可以決定我們的未來 大家說好不好 好 這是一個毫無懸念的事情 每一個政治人物都必須要承擔的責任 這件事情我要跟各位講 我們想的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是就是有些人面臨壓力的時候會退縮 我要告訴各位 壓力再大 我們都會堅守主權 堅守民主 大家說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